家屬一路跟在後面 就是希望能再陪芷芸 走完最後一程 再多的眼淚也換不回寶貝女兒 這次城堡意外當中 外南科大共有9名傷患 大學的好友們 曾錄製加油影片 希望同學們能全部好起來 但這個願望已經出現裂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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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82%到3度的燒燙傷 7月2號病情惡化 上午趕緊裝上葉克膜 13號病情一度好轉 還自主性把管能自己呼吸 但沒想到續隔兩日 15號突然呼吸困難 血氧度降低 桃園醫院再度施以葉克膜搶救 昨天下午5點45分 緊急的再使用葉克膜來治療 但是因為病人的情況嚴重 所以雖然我們的團隊 非常積極的治療 那病患還是回天乏素 結果最後還是因為感染 導致敗血症和多重器官衰竭 最後在下午3點30分 醫生和家屬討論之後 決意把管成為這一次 霸仙城暴當中第七位死者 家屬因為不忍病犯再繼續的受苦 所以決定移除這個維生的機器 所以病人在40分的時候就往生 不忍讓女兒繼續痛苦 家屬含淚拔管 希望女兒曾經的堅強 可以傳遞下去 只是年輕的生命 就這樣斷送在 原本可以預防的城堡意外 記者黃楚華徐英卿 在桃園的採訪報導